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让我高潮的是它还是低压报警功能的 待机时是常亮光 低电量时会闪烁 电池故障或者电池不匹配的时候是直接暴闪 弹夹这里的细节也直接拉满 直接使用横利黄弹夹 可以装十发软弹 弹夹的特攻非常优秀顺滑 发热器预留了可供装下导轨的螺丝孔位 及上方预留了RMR瞄准器的螺丝孔位 那么接下来就说到性能 迪安娜采用了两颗无刷电机 来替换原来的传统有刷电机 利用无刷电机没有电刷 可以瞬间满功率启动和急停的特点 大大减少以及控制了传统飞轮 起停时的长噪音 除了传统的飞轮模式 为了进一步减少射击延迟 迪安娜还做了两件事 第一 可以使用按钮打开热启动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飞轮会低频旋转 虽然会出现一点很低的嗡嗡嗡的低频声音 但是它可以短时间内 让软弹加速到最高速度 第二 采用了电磁铁推转 替换了传统的推杆结构 进一步减少了软弹进入飞轮的时间 提高了扳机的响应速度 第二期还装有了一个火控系统 可以使每一发软弹在进入飞轮时 飞轮达到最高速度的时候 才把弹激发出去 来保证每一发软弹的出速以及精准度 最终就是你们看到的答卷 迪安娜的扳机激发延迟控制到了惊人的280毫秒 并且连发也可以达到每秒15发 弹夹才10发 赶快出家常弹夹啊 注意 发射器在连续工作的时候 左右两个无刷会非常非常热 容易烫到手 所以千万不要用手触摸 发射器最佳性能的预热模式 基本上启动以后 大家不会改回传统模式了 所以飞轮一直转 它就一直持续耗电 那么下场至少要佩戴两个电池 才可以保持续航 总结来说 这把迪安娜小巧 实用 跟手 而且做工也很优秀 一点看不出来是一个新厂的产品 在我这里今年肯定是能上得了我红榜的产品啊 希望厂家的大货能像这一把样品一样 把品控做好 不要因为品控翻车了 让大家含心 那么我说的也不算 今年有一个新环节 就是我直接把这把样机带到场地 让大家看看这把发射器到底怎么样 你们别觉得我犹豫啊 这兄弟完全就躲在后面 只有一只手伸在外面了 没办法开枪啊 拿枪指着我 我把你头上P个Hello Kitty 声音变成那种怪兽音 罗莉塔音 听不到你本人的声音 没有 没有必要 我打一把好一点就可以了 走了 走了 刚才挖的忘记开了 好久 小心 放手 别慢 别把 gesch� hypocrisy 冷革 中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按照正常的说 放心我会帮你打码的 这把发射器卖768 我的平台就一个字 买 这把多少钱 买冒 冒险 冒险 有人 中 中了 打到了 这玩意儿切脚无敌 无敌 这玩意儿切脚无敌了 短 快 但是呢 有一些问题啊 这个弹匣呢太小了 它的射速实在是太快了 一下就打光了 它要是长一点就好 然后这个充电的这个盖子呢 要要一个手拧螺丝稍微有点不方便 当然这种都不是什么问题啊 它的整体激发速度相当快 激发响应相当快 然后呢 持枪很方便很短 然后呢 一般的快码头都能 直接塞进 然后很轻 连发呢 连发 连发好还是单发好 我肯定更喜欢连发 大家看一看 都懂 我刚刚切脚切出去 有三个人在一个脚切 切出去一瞬间三个人都中了 好的 谢谢 连发速度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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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平衡一下呀 来来开放一下 开放一下 开心 开心 人家注意枪也是死 好 连发好准 单发不行 连发好准 单发不行 然后呢 饼根一下 手感无敌 十寸 只剩可以 可以吧 可以 还是可以 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不舍得 连发无果的老虎 连发是老虎 还有什么意见要提吧 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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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加长一点 但加长一点 长一点 但加长一点 好 大家要长好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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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ariat 就说实话 可以 这个做工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夹子做工也非常好 然后呢 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的话 通病呀 可能电池 我觉得后期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续航的问题 还有吗就是 两块 下场两块 还有就是如果说最后这里能够 有一些精准的扩容套件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最后一点 最重要一点 这个不出扩容 天理难容 好 可以了 这些了 说实话就行了 没开机对吧 没开机 没开机啊 开机是什么呀 不用不要开 你说呀 其实我还没想到说什么 你先别急 让我瞎 真丑 真 真丑 你要有一点负面评价 你要有一点负面评价的 说实话 他们都说了一定要负面评价 真的吗 感觉如果能压 这个不能播 这个不能播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评论改款 那么想看更多更好的软的发射器 记得点赞三连哟 拜拜